古德里安出生于德国一个军官家庭,与众多德国知名将领屡历相似,在军官学校系统学习军事,毕业后从建习军官做起,逐渐成为一名标准的德国职业军官,作为陕基战的创始人。 古德里安与麦斯坦一、龙梅尔并称为二战中德国的三大名奖,被誉为帝国之英、陕基战之父。 1928年,因受德国国内训练场地和协约国的限制,古德里安专程到苏联参加一场联合兵种演习。 演习中,古德里安身驻苏联军服乘坐一辆坦克,用无线电指挥一个坐驻装甲车的步兵班发起进攻。 看到古德里安的新鲜战术,苏联人嗤之以鼻。 他们认为,德国人搞的这一套纯属习军银巧。 没想到十几年后,古德里安这套习军银巧打得苏军哭爹叫娘。 1936年,古德里安的战术软件,就在他出版的《注意坦克》,一书中得以体现。 他在书中阐明了德军在以后战争中运用的战术。 充分发挥装甲从级的机动能力,服以坦克从级的高速进攻。 集中强大火力致敌以毁灭性打击。 1939年9月1日,德国闪击波兰。 古德里安首次实地表演闪击战。 战役打响当日,刚上任军长的古德里安率装甲兵第19军一举突破波军防线。 横冲直撞。 锐不可当。 随即快速抵达维斯杜拉河。 切断波军通往波兰走廊的退路。 9月14日,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强度纳雷夫河,突破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助磊地域,与南方集团军群胜利会师。 1940年5月10日,德国大举入侵法国。 法国战役中,担任中路主攻的德军一集团军群,在阿登山区实施突击。 其中,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负责打头阵。 只用了两天时间,古德里安的三个装甲师,就穿越阿登山脉一百多公里的峡谷,到达马斯河北岸。 随即攻下瑟当要塞。 强渡马斯河后。 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长驱直入。 发风刺地冲向英吉利海峡。 路上遇到一股股溃散的法军士兵。 古德里安都不愿耽搁时间去俘虏。 下令用扩音器喊话。 我们没时间俘虏你们。 命令你们放下武器。 离开道路。 免得党路。 就当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离堆克尔克,只有十英里时。 他们接到了元首那个停止前进。 敦克尔克之敌全部留给戈林元帅的空军解决的诡异命令。 在第二阶段的红色方案作战中。 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威力不减。 一路南下,如入无人之境。 6月17日。 古德里安禁敌瑞士边境。 一举切断法军从马其诺防线逃往瑞士的退路。 强度埃纳和后的短短十天里。 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,狂飙四百多公里。 俘虏法军25万。 如此娇人战绩,令双方统帅都惊讶不已。 1941年6月22日。 巴巴罗萨行动拉开苏德战争的序幕。 这次,古德里安指挥的第二装甲同级,隶属于逢伯克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。 主要担负莫斯科西南方向的突击任务。 战争一开始。 如以往一样,古德里安猛冲猛打。 连连取得胜利。 到7月11日,就已向东推进约500公里。 德军几乎占领白俄罗斯全境。 7月16日。 古德里安攻下斯摩朗斯克。 此时,巴巴罗萨的进度突然慢了下来。 在国防军总司令凯特尔元帅陪同下, 希克勒菲林前线视察。 冯伯克元帅向元首建议集中兵力向莫斯科发起合为攻势。 在场的古德里安也坚称, 我们距莫斯科,只有350公里。 听到这,希特勒怒斥装甲之父。 你什么都不懂。 你不懂战时军纪。 首先我们需要乌克兰的小麦。 这样,他们才不能像以往战争中那样饿死我们。 莫斯科只是个象征。 稍后再攻也不迟。 希特勒命令古德里安掉头向南挺进基辅。 协同伦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群, 对基辅地区的苏军, 进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包围战。 正向莫斯科一路狂飙的古德里安, 只得幸幸作罢。 在希特勒连续两道训令下, 古德里安率第二装甲从极向南运动。 到了9月9日, 古德里安亲自指挥挥下的第三装甲是, 冲破苏第40集团军的防线。 与南方集团军群会是合围。 就这样, 在这个希特勒口中的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包围战中, 60万苏联士兵成了战俘。 9月底, 基辅会战结束。 德军虽然赢得胜利, 却给足了苏联构建, 以莫斯科为核心的纵身防御阵地的时间。 10月初, 当古德里安终于接到希特勒北上进攻莫斯科的命令时, 此时已是苏联的深秋时节了。 就这样, 希特勒怒斥闪击战之父。 一意孤行, 关键时刻果断改变了苏德战场态势。 我是否想要拿到了希特勒的行动。 这类是苏联统的关系。 感谢观看